大家好,我是著名军事家诸葛良的谜地,非著名军迷诸葛林 我有个计划,为军迷做一半期有趣有料的军事节目 每日点兵一半期的长征路 欢迎大家收看第905期每日点兵节目 作为中国军迷心中最大的骄傲 中国陆军哪怕在手里只有小米加步枪 依然可以凭借刁柄史册的战绩,屹立世界之巅 但是随着世界军事科技的快速发展 在当前这个传统战争形势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今天 整体机械化程度尚不如冷战巅峰时期美苏军队 信心化装备也尚未全部普及的中国陆军 是否依然是这个地球上最为强悍的天下第一陆军呢 要知道,现在解放军目前正在批量更新的 诸如99A型主战坦克,04A型步兵战车 以及09A型轮式步兵战车车组等各种新型装备 只是刚刚达到了美军现役同类型主战装备的技术水平而已 甚至很多技术细节仍有所落后 更有甚者,现在中国陆军武器装备与美军最大的差距 并不是体现在技术上,而是在先进装备的数量上 目前中国陆军还处于换装状态 现役数量最大的还是几十年前的五队副重轮等老家伙 甚至新型武器装备的生产情况都让无数军迷心急如焚 而美军呢,他们不仅可以保证全部现役部队 预备役部队和国民警卫队都用最新型的武器装备 甚至还有足够的数量堆到前线战区仓库和海上运输箭底 并美席名曰预制 装备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 但这次珠海航战舱众多新型陆战兵器的展出 却让小冰冰对未来中国陆军的装备发展充满迹心 而且这可不是小冰冰在信口不吹 而是有实锤证据的 现在画面上出现的是一家名为高德军工的国内民营企业 在珠海航展的展台 他们除了展出用五队副重轮的五九式坦克改装的 酷斯俄罗斯PMPT坦克支援战车的 QN560新陆战之王 还有一大批各种型号各种性能 单兵多用途导弹 反坦克导弹和巡飞弹 而在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的展馆中 也有一个不大的展区 专门展出了包括CM501X巡飞弹 CM502多功能导弹在内的 一整套陆军精打武器系统 此外在本次珠海航展上 这一类陆军新型精确打击武器 还出现在包括湖南兵工在内的 军迷小伙伴相对陌生的中国企业的产台上 给小冰冰记忆强的白菜化的视觉冲击 当然 巡飞弹这种并不常出现在军迷视野中 兼具导弹与无人机双重特性的新型导弹 也被白菜化 真的不知道会让多少老败落泪无声 可以说 巡飞弹虽然杀伤效果与普通导弹差距不大 但其能产生的压制效果远远超越传统导弹 毕竟 只要是有巡飞弹在头上飞 敌方的坦克大炮可都是不敢在这一区域出现的 只不过 它们是因为同类型装备太多 而且 它们作为航空航天博览会中展出的陆军装备 也无法像兼实臂超机动验证机 歼20重型隐身战斗机一样 成为本次珠海航展的主角 吸引到足够的关注 因此 无论是在各路大神的现场直播中 还是后来的分析评论中 这些装备都惨遭无事 只有看起来 像俄罗斯BMPT坦克支援战车的 QN506新陆战之王 还能稍稍吸引眼球 然而 当本次航展的喧嚣 已经平静下来 小冰冰再次审视这些装备的时候 我仿佛突然看到了一只 彻底颠覆传统陆军作战形式 和战术战法 编组规则的新型陆军 闪亮在我的面前 因为这些装备 完全符合美军 在2000年开展的 对未来陆军作战形式 和陆军装备发展的研究计划 现在展出的各种类型的陆军精确打击弹药 实际上就是当年美军 准备为未来陆军提供的 信息与打击 这两大核心装备体系中的后者 当时 美军名为 未来作战系统的 武器装备研发计划 是基于信息化时代技术进步 让其陆军 在具备更强的战场信息控制能力 以及发现极被摧毁的打击能力 以及更轻更小 更灵活建军模式 而进行的一场 面向21世纪的军事变革 这个基于网络中心战理念设计 通过对载人车 无人车 无人机 网络 以及士兵系统 等五大子系统进行整合 从而实现 非接触 非线性战争的发展计划 可以说 就是在代表着 世界陆军在未来的发展方向 而同步整合 专用网络化后勤系统 和陷入式训练系统的 未来作战系统FCS 更是在引领美国陆军 各国超越发展的 一次最为彻底的颠覆和变革 随后 在2004年 美军终于将这个 必然会改变 未来陆军作战形式的发展理念 变成了 可以具体落实的装备体系 未来作战系统FCS 共包含 八种有人驾驶车辆 十种无人装备 和一套士兵系统 一套网络系统 该体系 通过大量传感器 和精确制导弹药的使用 使美国陆军 在未来具备 先敌发现 先敌了解 先敌行动等关键作战能力 现在 局迷小伙伴耳熟能详的 美军陆地勇士计划 以及 RQ-8 火力侦察兵无人机 M142 海马斯 魔块化火箭炮 等一系列先进装备 都是这一计划的产物 然而 这个预期耗资 高达1600亿美元 却能彻底改变 未来人类战争方向的发展计划 随着美军 在2001年 开始逐步陷入到 低烈度的局部战争 和治安战的泥潭 被彻底取消 只有其中极少量的 已经开发完成的装备 被保留了下来 至于 其火力打击的核心 号称 可以让传统深管火炮 火箭炮 全部被淘汰的 多种精确制导弹药 更是早已不见聪颖 直到本次珠海航展 才神奇的 被中国军功展现出来 而且 在这次珠海航展上 无论是航天科技 还是高达军功 亦或湖南兵器所展出的 这些未来陆军精确打击火力 并不是对美军 未来作战系统的 简单复制 他们还拿出了 众多超越当年美军计划的 新型装备 比如 在高达军功的展台上 其展现了 可以由单兵携带 发射系统 与现代步枪差距不大的 QN-202 V型自寻翼导弹 以及 同样可以由单兵携带 重量体积 与解放军大批装备的 PF-89火箭助推榴弹 相近的S570巡飞弹 这些都将彻底改变 未来陆军基层班组的 人员编程和火力配置 至于湖南兵器所展示的 可以使用现有60毫米 82毫米口径 排气炮发射的 GS-11巡飞弹 GS-12多用途导弹 则可以在解放军 现有装备的基础上 顺畅平滑地 完成这一划时代的改变 而不必像美军的那个 庞大的未来作战系统 在装备发展与现实需求之间 出现了明显的断崖 据此 小冰冰有理由认为 中国陆军在一定程度上 认同了美军对未来陆军作战形式 和装备发展上的判断 并在相应针对性修改的技术上 将类似的发展计划 作为中国陆军的发展计划 开始了逐步的落实工作 同时 考虑到本次航展上 各个参展商的主要目标 并不是解放军 CM501系列导弹 更是被赋予了专用的外貌型号 小冰冰更有理由怀疑 现在的中国陆军 已经在传统装备换装的基础上 进一步加强了 瞄准未来陆军发展的升级工作 看来 摸着美军过河 远远不是国内军迷的一句戏谈呢 刚从珠海航展拍完视频回家 就迎来了一个噩耗 户心经营800多个日夜的 每日点兵公众号 已经无法打开了 几百万粉丝一下都没了 欲哭无泪呀 小冰冰呢 不得已申请了新公众号 让我们从头再来 请大家在微信搜索 并关注点兵18 小冰冰会更加努力 叩首再现 真的不是开玩笑